大家好,我现在来示范 去ClassDojo注册一个账号 那进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请老师看一下哦 网站在这里,来 那这个地方先把打叉叉关闭 在右上角这里可以点注册 注册完以后就可以做登录 我先点注册吧 注册它问你,你到底是谁 我是一个老师 那跟老师包括其他这地方 我觉得请家长注册 学生注册,我认为都不需要 为什么不需要 叫家长学生记住账号密码 这件事情难度太高了 那忘记登录军 其实它整个设计楼只有老师需要而已 其他可以都不需要 那学校领导呢,做什么事情 ClassDojo它其实规模还蛮大的 它可以说,如果这个学校 好几个老师进来 有四年一班,四年二班 四年一班的学生要不要转到四年二班去 这边用学校的经营模式给管理 可是我觉得不需要 你名单这边自己设一设就好了 它唯一的优点是资料可以过去 但是这个以我们来讲可能不需要 所以这里老师 待会注册点这个 再讲一次 家长跟学生都不需要去做注册 当然注册也可以 我们就不需要注册 因为让 你让他注册完 他密码忘记他问你怎么办 你也没办法帮他解决 那因为他少QR code就可以了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不需要了 来,我们点教师 点教师的时候你要先选我是谁,先生对不对 那名单自己打 那信在这里 那邮件信要打给他哦 打给他哦 那密码呢就自己设吧 别忘了,别忘了 这个密码跟Google密码不相关哦 你也可以设一样,OK吗 打你的Gmail 他这边没有,直接点Google注册 然后再来点注册 那跟老师报告一下哦 注册完你千万不要打错哦 因为他等一下会写一封信到这里就做确认哦 你听懂吗 然后再来点注册 这个账号是我没用的 接下来下一个动作 请你输入你学校的名称 我打一下哈 新北市 来 仓服国小在这里 有两个班级老师使用 各位老师有看到吗 这个,那我现在再点这里点起来 好 你就选join就好了 加入这个学校 joinlessschool点起来 现在有四个账号在里面 这个地方都完全没关系 这时候呢 他说你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们直接点选这个就好 点第一个 点第一个 再来点这个进来就好了 其他不用点 好,continue 这样就注册进来了 那注册进来 老师也看一下 这个如果你曾经进来以后呢 这是我曾经的班级 预设就有个demo的班级 来 给老师先注册一下 我们先等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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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